10月29日,国务院信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就10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有关情况进行介绍。 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介绍,即将引发的意见在深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关于外资的市场整入,营造类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继续压紧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整入的负面清单,全面清理取消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等,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 优化汽车外资政策,着力营造公平经营的环境。 会上,有记者问及中国电信、油气等战略产业开放问题,对此王寿文回应,中国支持投资领域实现自由化、便利化,未来中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条目还会进一步减少。 最近你们如果注意到我们的外商投资整入负面清单的话,对一些增值电信领域里面的,比如说多方的通信啊,乘除转发啊,包括以前的电子商务啊,这些增值电信领域,外资百分之百可以进入。 油气领域,这个去年的外商投资整入负面清单,对外资还有限制,今年的外商投资整入负面清单已经没有限制。 就是我们的关于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18年弧度的削减。 19年和18年相比又减少了20%, 现在我们负面清单里面只有40个行业受到这个禁止或者限制,我相信呢,未来我们的负面清单范围还会进一步减少,中国的外资开放的大门还会越来越动。 王寿文表示,2019年1至9月,中国利用外资已达到1,008亿美元,同比增长2.9%。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抓紧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 从而为各国投资者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经营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